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啦 尝尝我的手笔啊 来 我的道上 干杯 干了 干 来 酒真是好喝 您阿姨 你很有量哦 在自己家里喝多了没事 真的啊 对 来 吃菜 吃菜 来 那就多喝一点 我可是喝多了会耍酒疯的 我知道你不开心 可是事情已经过去了 而且错误也纠正了 你要是再不开心 那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了啊 事情呢 是过去了 其实那也没有什么大乱 可是呢 就是觉得不开心 最不开心的点是哪儿啊 罗姨 我想也是 我 宁阿姨 你听我说 我当她呢 是朋友 是兄弟 我跟她说过 阿姨 你 方斌 还有我 加上罗音 就是俱乐部的核心 我最恨男人 我几乎恨所有的男人 可是呢 心里就拿她是例外 我把她当家人来看她 可是换来的是什么 是背叛 方斌不是说了吗 罗音啊 她就是个热心肠 杨红啊 这一点啊 还真跟你挺像的 什么意思啊 她呀 只要朋友有难 两肋插刀就冲上去了 比如说 替翠翠挨打 这种事她也干 她这次可能 是帮丁满的忙 帮助人呢 是没有错的 可是为什么她就不跟我说呢 她当我是亲人朋友了吗 我就是为这个伤心呢 我想啊 她可能 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 你是老板哪 我们当员工的 做事情总要替你这个老板的身份 想一想嘛 这样想的话 其实是一种 在内心对你的尊重 有了这份尊重 我们做事情就有顾虑了 理由 我 你这是 你是在给罗音找理由 你知道吗 罗音都走了 我说这些有用吗 我知道 你想让她回来是不是 我这样想 能行吗 好 罗音是个魔鬼 她把你们全都蛊惑了 让你们都认为她好 让你们认为 俱乐部不能没有她 少了罗音没问题 俱乐部最不能缺少的 是你 对 这个倒是真理 杨洪在 俱乐部就在 以前没有罗音 俱乐部不也运转得很好吗 嗯 照床运转 没问题 所以 但是 想要回到床前 就不容易喽 哎呀 算了 算了 干嘛非要逮着 罗音不放呢 今天啊 咱们再也不听罗音了 晦气 来 喝酒 喝酒 好 嗯 来 嗯 好 好 罗音这个人不错 很有趣 也很聪明 看事情很敏锐 敏锐 你只得照顾 你看 杨洪跟我们接触那么久 还不如罗音 这一次看他明白 杨洪啊 跟大多数人一样 只看到我们生活的表面 我们的问题在哪儿呢 你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吗 我一直把这个问题啊 归根到性格吗 可是我只信琢磨她 又不是这个问题 和我们性格类似的 他们家里生活 也不是我们这样的 我们俩从一开始交往的过程 就有问题 过程 是啊 我们俩好像从来 就没有热恋的节奏 我们彼此都很冷静 客观地面对对方 我们认为对方很优秀 符合做伴侣的标准 是啊 就像答题 客观地选择的标准她 对 缺乏主观冲动性 是啊 我们好像从来没有冲动过 以后的路 我们会有冲动吗 你会有吗 恐怕没有 我也想象不出来啊 我们就这么客气一辈子吗 我知道 我真想知道 真正的爱情 到底是什么样的 如果这个问题 要深入探讨下去啊 那结果可以 那好吧 那就接着回避 不想她 好吧 那我们就先放一放 各自再好好想想 来 进来 看看这是我儿子的房间 好漂亮啊 好干净 干净 一点灰都没有吧 你每天都打扫啊 对啊 我天天都当是儿子在家一样 你的儿子 太帅了 对啊 我儿子特别帅 而且从小懂事 不闯祸 也不多说话 很独立 真孝顺的话 怎么会忍心把你一个人扔在家里啊 男孩子总要在外面闯一番事业 他经常给我寄东西 心里有我的 哎呀 事业哪不能干呢 干嘛非要离妈妈远远的呀 坏小孩 坏小孩 哎 这人生哪能事事都顺你的心啊 林阿姨 你特别想儿子吧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做妈的能不想啊 明白 理解 别难过了 有我在 别难过 我不难过 我一个孤老太婆 不像你们年轻人 有广阔的天地 我呀 自己带着吧 哎呀 谁说的 什么孤老太婆呀阿姨 你还年轻着呢 多大个小伙子 你都能帅个七婚八素的 我那点本事啊 我儿子一点都不喜欢学 哎 他小时候啊 其实更像个小姑娘 更像他爸多一点 他们父子俩感情可好了 你不点语啊 行了 行了 我信你 来 坐 坐 喝点什么 啤酒来一点就行了 哎 季哥 我自己给来 今晚啊 这钱我就知道还不了 但是你这逃跑 有点太不给我季哥面子了 我这不就囊中修饰 没脸见季哥吗 一万块钱 让季哥担自我心里 特别不好受 所以我啊 我就赶紧去找了工作 把钱给挣下来 立马把账给还了 这话我还听 我没看错点 你啊 还真是个男人 季哥 我敬礼啊 这儿一路人 你这个人 我这儿叫什么 你认识呢 我说我这儿叫你 我就是帮你 我这儿叫你 我那儿叫你 你那儿叫你 那个别墅里的那些古董 要不这么着 我再给你加持吧 你就这么举手之劳 七哥 我这破弹真没药医了 惊天动地的大事我真干不了 你捧指望我了 我这心里素质啊 还真不沉 我做了点坏事 一纠线警察 我这双腿就质个先抖上了 瞧你这点出息 真没素质 那我给你讲一个传奇的故事吧 有一个老板 女的 她的女儿也是女的 她的女儿肯定是女的 别打岔啊 这不跟你说事吗 人家家里啊家产万贯 可人家不稀罕 不管是商场里的人身上 只要她喜欢保证就拿过来 这么传奇啊 你看 我听说那丫头叫什么 翠翠 怎么 你认识啊 不认识啊 我怎么可能认识 这么传奇的人物呢 姬哥 这么着 我帮你打听 一打听到我立刻给你消息 姬哥 那这个 您喝好 这我 我这回还有点事 我就先走了 再见 姬哥 我的那个外园足球赌局的事 有大款的朋友给我介绍介绍 我有赏 知道了 姬哥 我会留心 哥们 来 请看 请看 快出去 我也打了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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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秦啊 叫妈妈跳舞蹈呀 好 怎么 不开心啊 你得学会调节自己 让自己开心起来 你说的 那我出去调节好就好 来来来 我可不是让你出去这么调节啊 出了烦烦了吧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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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调节了 我们就这样闷着 就连不开心 只要你不出去乱调节 怎么都行 你不出去onton 为了罗大哥 我 一定会忍住的 这样才乖 不愧你罗大哥疼你一回 也不知道卢大哥现在在哪儿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起来啦 我走了 吃早饭 已经做好了 我还煮了粥呢 不用不用 我不饿 我迟到了 我先走了 回来 干嘛 你是不是又担心翠翠 翠翠已经被罗英 和你调教得很好了 我明白了 在阿姨你的心里呢 只有罗英 才是教育翠翠的功臣 你的功劳最大 你没发现吗 翠翠这段时间 已经很平稳了 所以啊 吃完早饭再走 听话啊 不吃早饭了 回来了吧 忘东西了 妈 吴言 你怎么回来了 今天早上跑步 不知道怎么就跑这个方向来了 回来拿本书 在家吃早饭吧 昨天我们经理住这儿 我多做了好多 一起吃吧 不用了 吴言 一个人在外面吃饭什么都不方便 要不你搬回来住吧 妈妈还能照顾你 我能照顾好自己 我这儿就会这么做 咱们都没得到 都不过 你怎么回事 所以您帮我 你啊 陈野 ris 你啊 你啊 早上 你能把她看起来 赶紧 你啊 我个人要串呢 你啊 我个人要串呢 你啊 我让你遭念 让你遭念 现在你都放回来 我看你怎么办 我看你怎么收拾 这事我们该怎么办 我就不相信 一个小丫头骗子 居然转性了 大哥 人家家里一不缺吃 二不缺穿 这个就是个爱好 对呀 人家那个 他不靠这个吃饭哪 他不偷也得给我偷 就算他金盘洗手 从此退出江湖 收山之作也得收在 我季哥的这笔买卖上 你们两个替我查一下 看他有什么弱点 就是逼也要把他给我逼成 你怎么办 要不再损我 不再损我 那是不再损了 这个水 滚热 都不再损了 这水 马上 你就别不舟了 干吗呀 这 偷东西啊 大姐 谁是你大姐啊 我都可以叫你叔叔了 行 我说 我说 我放开 我告诉你啊 偷东西呢 也要找对人 我是你的鼻祖啊 跟你玩 玩着啊 大姐 谁跟你玩啊 还不走 不是 不是 是 是 干吗 是 是 是 丁马 你在干吗呢 今天翠翠来了没有 还没有来啊 可能是有什么事情晚一点吧 千万别出什么事了 你是不是又叫翠翠干什么坏事去了 不是 这是不一样 你说什么呢 我听不懂 你不懂 你不知道 都是我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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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现在一个个的 都有点神经兮兮兮的了 大哥 上次我就想试探一下他 结果呢 手还没动就被他发现 我就要他这手艺 你没欺负他吧 大哥 我哪敢啊 那丫头可是您的宝贝啊 再怎么样我也不会动出了 你一会儿啊 去老老实实把他给我请过来 不要动他一根喊喊 听着 是 老老 真的 请这玩具 去 一会儿把那姑娘给我请过来 又对她有力有尽 再来去 无聊 我以为是什么内部消息呢 这满大街都是 让他走 他只要赶出这个门 明天我就叫他和他那个俱乐部 身败名列官张大吉 你 大小姐 先消消气 我希望你考虑考虑跟我合作 不过我保证 你要如果跟我合作 明天网上的视频 全部消失 全部消失 近死不救 不是我丁婉的性格啊 呸呸呸呸 怎么死 脆脆现在肯定还好好的 这事我怎么跟杨红说呀 我跟他说他肯定打死我 丁婉 你这个臭男人 你认识的都什么样的人啊 你还能干 经理 经理啊 站住 你一天到底怎么了 什么事啊 快说吧 我 这个 我 别别别别别打我 别打我 我在担心翠翠 我担心翠翠被靖哥抓走了 我这是罗音不叫我 到早前上了 早前上了谁也不打理我 我跟你说你肯定打我 你看 别打我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翠翠被谁抓走了 有罗音什么事 一五一十 一字不差的全部都告诉我 要是翠翠出了什么事 我不跟你计较 罗音也跟你没完 是鸡哥 我的大小姐 我的小姑奶奶 您都考虑一天了 考虑怎么样了 您要再考了三天五天的 我可正好都过了 你什么呀 我能不急吗 好好好 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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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你们都摸清楚了吗 摸清楚了 就这么大一个小东西 放在保险柜里边 保险柜 什么保险柜 跟这个一模一样 小意思 真的 我们可说好了 这件事情以后 跟我们就没有关系 没关系 没关系 不 也有关系 如果你大小姐以后 有什么事 用到我的地方 我一定全力帮忙 奇怪 我哪有什么事情 用得着你 好了好了 去准备 好 准备准备准备 准备准备 准备准备 睡了 梁阿姨 我有个东西 放在脆脆那里了 让她记得 明天给我带过来 啊 啊 没事 没事 等她回来了 您告诉她一声就 可以了 没事的 啊 阿 好 好好好 拜拜 摔 脆 脆脆的 电话还是不通吗 喂 脆脆的如果打得通 我还给他妈妈打什么电话 这跟李敗娘 你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吗 知道是知道 那就我们两个人去啊 怎么 你还要带着兄弟去啊 你有吗 我这是罗英 我们应该找罗英 他足以多 打打他吧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关机 真是 算了算了 我们两个人去吧 那个在哪里啊 快说 前面主管 这不应该是 它会有变的 原本又是 我正在哭 被更快 我能够 对 我看你 捏了 我会发过 就是 小姐 快 上 上 �눈 上 ,上 上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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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够啊 快点快点 多一点 多一点 多多 别晃啊 不不 别晃 你这样我怎么弹呀 不 不行啊 我受受受不了了 不行 不行啊 不行啊 小心点 干嘛呀 你怎么弹啊 大哥 我以前真没干过 小心点 小心点 真是废话 平时你插着我 到关键时刻就不行 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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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哥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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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 谁说你是我哥呀 我哥只有我大哥 别挪大哥 李大哥 咱先上去 来 妹子 来 来呀 来 好 喂 哥 五分钟之后打给我 为什么 又问为什么 五分钟 哥 住手 姐 干嘛呢 我是谁啊 我是谁跟你没有关系 翠翠 过来 姐 来 翠翠 放开 好 这是 你 别 住手 住手 是干吗 干吗呢 公安局的 把手拿下来 把手拿下来 起来 起来 你们几个闲就没事了吗 这是给我管 别给我惹麻烦 两个选择 要么滚蛋 要么给我回局里 别说话 让你别动啊 喂 王军 好 队里已经准备好了 犯罪嫌疑人已经锁定了 马上去出发 我现在在外面 处理一些小的事情 马上过来 放心吧 一定正式出发 还不赶紧滚蛋 还不赶紧滚蛋 刘大哥 您 可以了 对啊 兄弟 您太靠谱了 经理 您看吧 罗姨也算为俱乐部 立了一个大功 你让他回俱乐部吧 你给我闭嘴 说说话呀 走 刘大哥回去我才回去 翠翠 我跟你们说 丁满 翠翠 只有你们两个人 跟我一起回去 快点 走 听话了 快走 听话了 回去 走 等等 我没想听过 你刚给他们看看是什么 丁满 那 就这故事我的想办法 是什么事 呢 我 闹 你觉不觉得 这里神清气爽的 还行 那你觉不觉得 现在坐在咨询车上 很美 有一点 你要是觉得美呢 我就推你到天边去 干嘛 把我弄到天边去啊 去看彩虹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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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